易总,这都兜风一个小时了 您是不是可以告诉我咱在哪见过呀 你还记不得去年11月15号晚上你在干什么 让我看看相册 那天晚上我在和我朋友吃饭呀 那个不是你朋友吗 当时是我女朋友,然后呢 即便那天晚上你俩在路边拍照 然后有一个电动车摔倒了 你过去把电动车扶起来了 那个人就是我 我怎么能不记得呢 你骑的是一个共享电动车 当时我整个人都懵了 但是你第一时间把我给扶起来了 主要是你长得漂亮 我才一个箭步冲上去 从那一刻起我已经记住你的脸了 一直在想有朝一日的话 我要是能再遇见你 一定要好好感谢你 我浮夸的美女好几个 我都不记得长大样 那天其实想留你个电话 在电话中向你感谢 但是呢你女朋友在 不好意思 她还抱着我把糕点弄碎了 这个简单 我改天买一份送给你 不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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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次我并没有认出来你 但是昨天在公司我把你认出来了 确实太巧了易总 太巧了太巧了 浩琳哥 然后你接下来在工作中有什么问题 尽管跟我说 我能帮到的尽量都帮我 我没啥事 我就是个打杂的 没啥事 你刚才说当时是你 现在出现了 易总 咱们谈工作吧 咱能不能不说 除了你 我气得挺好的 谢谢 陪我一人去等我 一个周大公司 别这么说自己 你千坤问定 你我亲是黑马 我不嫌弃 你我一起共同大业 易总 我当不起 我当时只是举手之劳 我也高攀不起 我有多大本事吃多大饭吧 易总到家了 那车钥匙给你 浩琳哥你把车开走吧直接 这车太废油了 我打个车都比这儿划算 那给你 你开始我开走 我天太冷了 不用不用不用 易总 那给你给你 不用我打个车就行了 再见 拜拜